哈里王子在《备胎》一书的出版后 彻底引发了与英国王室之间的矛盾 虽然近一年过去了 但于波仍在《温莎王室》中回荡 尽管这位被流放的王子似乎只在阐明自己的观点 但他所留下的烧毁的土地使和解之路变得复杂起来 大家好 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营兜 我们接着往下看 据皇室专家凯蒂尼科尔透露 威廉王子和凯特 尼德尔顿仍然心碎于哈里王子的背叛 并且还没有准备好原谅他 他解释说 威廉对哈里王子的指责怀有深深的愤怒 而凯特则感到个人背叛 因为他曾经与他的姐夫保持着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 尼科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威廉王子和凯特 尼德尔顿与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之间的任何有意义的和解 在短期内都是不太可能的 尽管凯特具有宽容的天性 但他将与愤怒的丈夫站在一起 威廉对哈里王子的自传仍然非常沮丧 这当然让威廉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人们不会很快忘记他们互相动手的故事 以及威廉据称推扫哈里 将他摔到地上 摔在一个狗腕上 事实上 最具争议的披露之一 是哈里王子声称 威廉在2019年关于梅根的争吵中 对他进行了暴力袭击 留下了明显的伤痕 他还将兄弟贬低为自己的死敌 除了玷污威廉的形象 哈里王子还抨接了凯特对梅根的冷淡 他在书中写道 如果凯特对我有一种及时的亲近感 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哈里王子还指责凯特 对与梅根的早期紧张关系选择性遗忘 据尼科尔称 哈里王子在备胎中讲述的一些不太好的意识 让凯特感到非常沮丧 我认为他感到了背叛 尽管威廉怒火中烧 凯特的反应表明 他对哈里王子的背叛感到个人受伤 因为他曾经与他有着十多年的亲密关系 他与他之间曾经温柔的关系 现在已经破裂了 然而 如果有任何一位王室成员 最终伸出橄榄枝 富有同情心的凯特 最有可能成为候选人 我认为凯特 威尔是王妃 他一直与哈里王子 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他对哈里王子 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如果有任何和解的机会 希望凯特能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威廉目前对于梅根 马克尔和哈里王子一起过上幸福 家庭生活没有兴趣 因为他们给他带来了屈辱 即使凯特主张宽恕 他也不太可能向丈夫施加压力 因为他知道哈里王子的指责 对他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消息人士表示 威廉不仅对这本自传感到失望 还对在出版之前数月的 阴险攻击和背叛感到愤怒 在默默忍受 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弟弟的挑衅多年后 威廉已经到达了极限 鉴于造成的伤害 恢复信任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威廉对哈里王子的信任 已经无法修复 威廉为此心如刀绞 尽管很少有人指望兄弟之间 很快会有热情的拥抱 但或许逐渐的缓和可能会出现 然而 哈里王子和梅根计划进行 全面披露的电视采访和幕后纪录片 可能会进一步激化 威廉和凯特的敌意 一些皇室观察家推测 梅根 马克尔和哈里王子故意升级紧张局势 以施加压力 或者为他们的媒体事业制造宣传 如果是这样 这种冒险的策略将使和解在短期内变得更加不可能 对于威廉来说 作为继承人 他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忠诚地为英国人民服务 并为将来登上王位做好准备 如果与哈里王子重建关系 与这一庄严的职责相冲突 那么和解可能永远无法实现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曾以为脱离王室和串流平台 Spotify签下的巨额合约 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结果只过了两个春秋 哈里梅根夫妇的巨额合约就泡汤了 王室也回不去了 事业也落空了 然而 正如皇家评论员丹尼拉 埃尔森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 应运似乎对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将他们降低到了不幸的流媒体替补的地位 尽管他们与Netflix和Spotify达成的交易 被吹捧为崭新的 以目标为导向的制作时代的曙光 但这对夫妇却发现 好莱坞的现实与他们的预期大不相同 首先是备受瞩目的Netflix纪录片系列 该系列于2022年12月发布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但收视率却不尽人意 丹尼拉 埃尔森写道 新的打击来了 因为事实证明 令人残酷的是 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的近六小时系列纪录片 据报道 定非该平台上收视率最高的纪录片 而是第二高的 与备受欢迎的真实犯罪纪录片 Stake Oaks相比 这部纪录片与令人振奋的内容相去甚远 哈里王子和梅根夫妇 希望登顶收视榜的希望破灭了 丹尼拉 埃尔森嘲讽道 他们原本可能设想的重要角色 已被降级为不幸的流媒体替补 命运在好莱坞是多么变幻莫测 曾经被定位为数亿美元的奢华交易 如今证明远不如预期那般有成果 丹尼拉 埃尔森警告说 这只是冰山一角 详细回顾了近几个月来困扰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品牌的一系列挫折 丑闻和争议 从指控幕后携手撰写爆炸性王室回一路到尴尬的安全漏洞 比如2023年5月的灾难性车辆追逐 夫妇们指责追逐者构成明显的危险 似乎麻烦随着这对前王室夫妇在美国的行动而不断发生 即使他们吹捧的Spotify博客只不过是一个虚荣项目 在签署了一份价值1800万美元的合同后 至今只制作了一季 正如丹尼拉·埃尔森所得出的结论 对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的持续报道 需要带上一个丰盛的午餐才能妥善疏理 但他的核心观点很明确 在好莱坞获得名望和财富比预期更加困难 尽管离开英国是因为对美国尊严和隐私的追求 但在没有王室保护的情况下 他们面临着增加的审查 这个交换使人对最初的利他主义产生怀疑 进而巩固了他们只为了商业利益而与家人分裂的观念 使人们认为他们是追求权势和财富 而不是慈善事业的自私独立民心 然而 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他们的可能性 退出王室只是第一幕 故事还在继续发展 据称 他们有两个即将开发的项目 一部名媒 《我是》的关注女性父权的纪录片系列 面向Netflix 以及一部由迪士尼旗下的工作室制作的动画系列 该系列据说将涉及性别平等等问题 他们的制作能力仍有待确定 此外 梅根 马克尔和哈利王子喜欢利用制作协议来进行公关宣传 而不是纯粹的艺术创作 这可能会让创意项目被认为是虚荣的媒体 梅根和哈利王子通过勇敢地向权力说真话而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但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将他们的愿景与观众真实地联系起来 他们能在不依赖不满或王室八卦的情况下 以攻击激励人吗 如果从小报的阴谋中剔除 美国人还会关心梅根在播客上的沉思呢 梅根 马克尔和哈利王子正在寻求自立 同时仍在利用王室关系 但将更深层次的信息编码到大众娱乐中需要细微差别 为了维持阴谋 梅根和哈利王子不能继续做只会抱怨君主制的小马 但永远不能超越奥普拉级别的爆料 人们渴望关于真正的故事 而不是永远的受害者 如果梅根 马克尔和哈利王子希望与对方接触 而不仅仅是愤怒 他们就必须更多地表露自己的内心 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伤害 共鸣 而不是做作 是触动普遍共鸣的东西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人人追捧到人人必知 哈利梅根用了三年 哈利和梅根真是天生一对 骨子里都是野心家 表演型人格 爱表现 虚荣心强 感觉他俩越来越像了 言谈举止 肢体语言 思维模式 真是富畅富随啊 被彻底逐出王室的梅根 放话永远不会回王室 这话说的可真是硬气 实际上是被扫地出门 王室永远向你关上大门了吧 梅根这一放话 不但是绝了自己的后路 更绝了两个孩子的后路 他说 不会让两个孩子 重复哈利王子的悲惨童年 自己在王室中受过的委屈 不会让两个孩子重蹈覆辙 看似保护欲十足 实则坑死阿琪和利益贝特 原本生来就有的福利 待遇 地位 都被梅根这位伟大的母亲 弃之如碧履 如果没有王室 梅根也只会是一个 不入流的普通女演员而已 梅根这一举动 不但给自己绝了 后半生风生水起的路 也给孩子们的人生起点 拉下了万丈深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